考考您的国际尝试 印度洋三大明珠是哪三个地方呢 摩里希斯 马尔蒂夫和塞席尔 其中摩里希斯现在是明珠蒙城 因为他遭遇到漏油的生态浩劫 日本营运的商船若潮号 在这个东非岛国附近触礁漏油高达千顿 当地总理宣布环境进入紧急状态 这里有举世闻名的珊瑚礁 湿地保育了35年 看起来毁于一旦了 他过去的浮潜跟冲浪都非常吸引观光客 即使在疫情里面也不堪这样的生态催急 总理已经打算向日本船商要索取高额的赔偿 印度洋明珠变色 海面上覆盖着粘稠黑色的大量石油 卫星照片显示 东非岛国摩里希斯东南方 碧绿的海面已经黑了东一块西块 总理宣布国家进入环境紧急状态 碧魁祸首就是这艘20万吨的商船弱潮号 由日本三井商船和长铺器船共同营运 7月份在前往巴西的途中遇上恶劣天气 结果触礁搁浅 泄露出重油高达一千多顿 日本方面紧急召开记者会道歉 并表示会负责到底 为了防止产体进一步受损导致污染扩大 当地政府派船将剩下数千吨的重油 从船上抽取出来 并动员当地的人民 学生 环保专家等数千人 没日没夜的清理 当地人以甘蔗叶稻草和塑胶宝特瓶 做出了漂浮的稀油水闸 阻挡漏油进入环郊湖和海岸 另一头在岸边 民众不断用空油桶徒手捞油 终于移除了约四百顿 由于泄漏的地点非常靠近脆弱的湿地 还有举世闻名的珊瑚礁 动宝专家以及志工们担心 许多海归宝宝以及罕见的植物生态 已经受到严重的影响 重创了三十五年来的保育成果 令民众生气的是 摩里希斯政府处理的态度慢半拍 从七月底触礁事件后 毫无作为导致破裂船身损伤扩大 事发近两周后燃油开始泄漏 因此得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 现在要求环境与渔业等相关部门首长辞职 下台负责 受到波及的海岸 以浮浅冲浪及丰富的动植物群文明 去年旅游业替这个国家的经济带来630亿摩里希斯卢币 相当于16亿美元的进账 过去两个月却因为新冠疫情旅游业不景气 损失了120亿摩里希斯卢币外汇 现在再加上日本商船的漏油事件 对生意的伤害将超乎预期 法国已经派出军机 专家小组与污染控制设备前往摩里希斯 日本则派遣了一支6人小组协助 整体事件对这个东非小国造成经济和环境的双重打击 总理表示将向日本船公司要求赔偿 TVBS新闻综合不到